22岁的女大学毕业生得了一种怪病,还丢了工作。 难道我们一出生,就注定是这样子吗? 医院下了那个体检部份的结论。 她的境遇,很多人都可能遇到,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 今日说法问过出,藏在基因里的病。 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欢迎您的关注。 小慧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去年她报名参加了广东省佛山市的公务员考试。 比试面试都是第一,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予录取。 原因是小慧在体检的过程中被人发现,她身上有一种特别特殊的所谓的病。 背对镜头的就是小慧,今年22岁,去年刚刚大学毕业。 毕业前,小慧一直生活得很快乐,她根本就没有发现自己身体有什么毛病。 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去年春天那场国家公务员考试。 2009年4月份,小慧报考了广东省佛山市的公务员考试,应聘的是佛山市一家机关单位的财快职位。 功夫不负苦心人,彼时面试小慧都是第一名。 正常来说,只要小慧能够通过体检这一关,总分第一的她肯定能够被录取。 然后我想到我从小到大就身体都挺健康的,然后还没有一次住院的记录吧,从小到大还没进过医院。 小慧坚信自己的身体很健康,体检应该没有问题,可没想到问题恰恰就出在体检上了。 她的体检结果竟然是不合格,被拒录了。 我们是根据医院的体检结论,她医院下了这个体检不合格的结论,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公务员录用的规定,就不能进入这个下一步的程序,就是考察,就拒绝录用为公务员。 负责佛山地区公务员考试的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说,小慧的体检不合格,主要原因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名叫地中海贫血的基因。 而地中海贫血是众多血液病中的一种,根据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有血液病就属于不合格,体检不合格就不能被录取。 这一体检结果让小慧吃惊不小 那时候我们也觉得很浪漫 就没听说过这个 我们也没听说过这个 地中海贫血 这是一个令小慧感到陌生的名词 这到底是种什么病 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能否构成威胁 自己以后还能够正常的工作生活吗 一时间对这个病的担忧 远远超过了公务员考试失利 给小慧带来的痛苦 鱼收益医生就是当时给小慧做体检的主治医生 据他介绍 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最早发现在地中海地区 它是由于人体内的一个基因组出了问题 导致造血功能出现了障碍 这种病虽然没有传染性 但得了这种病 轻者长期贫血 严重的肝皮肿大 智力迟钝 鼻梁凹陷 父亲或者母亲 有这种原始体的 就是肌皮的 有基因的一场 导致的一种 中心病虚 地中海贫血也分轻重型 重型患者往往在未成年的时候就会夭折 听完余医生的介绍 小慧感到害怕了 更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绝望 从满怀希望到最后彻底失望 觉得是一个挺大的打击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又 别的同学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出去 已经在外面工作很久了 可是我因为考这个考公务员 我就推掉了很多好的工作 然后在家里就待了那么久 到最后还是结果还是这样子 就感觉那时很盼望很无助 就没有方向感觉自己 小慧出生在广东佛山农村 他知道自己的人生 没有人能够帮忙 一切都得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去拼 因此他从小就十分刻苦的学习 成绩也十分优异 五年前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广东省的一所大学 如今生活刚刚有了点起色 却突然得到了这样的消息 让小慧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但是余医生接下来的介绍 又让他稍稍的宽了一些心 余医生介绍说 由于地中海贫血是遗传性的 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 一出生就会发病 并且很难长大成人 而轻型的地中海贫血 其实只是体内存在 地中海贫血的遗传基因 只要能够长大成人 一般就不会发病 即使发病通过治疗 也能够痊愈 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少数情况 就是比如说过度疲劳 比如说一些病毒感染 还有一些服用一些某些药物 有可能 我只说有可能会有 这种激性溶水的发生 但是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少的 听完余医生的介绍 小慧知道自己得的是 清醒地中海贫血 余医生说 这个病未必就会发病 小慧就松了一口气 那就不至于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和工作生活了 可是转天一想 既然不至于影响到他的健康工作和生活 那么公务员录取 为什么拒绝录取它呢 拒绿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是规定 那么规定会为这群人而修改吗 藏在基因里的病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因为有名群贫血 它属于血液病的一种 那当然他既然说了血液不合格 那这有名群贫血就是不合格 而那个地中海贫血 就属于有名群贫血 从内心来的 余医生解释说 虽然小慧只是轻型地中海贫血 可在医学上 地中海贫血属于血液病 而我们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里 又明确规定 有血液病的属于不合格 所以无论小慧是重型还是轻型地中海贫血 体检结果只能写不合格 相关部门也只好具录了 这样的规定让小慧感到不公平 难道我们一出生就注定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很不公平 凭什么我们就要比别人少一条路可以走 是不是 2009年佛山地区的公务员考试 被小慧看得很重 因为他认为这不需要关系 不需要讲任何背景 只要自己能够努力 有能力 就可以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现在因为体检 给自己判了死刑 失去了和别人竞争的资格 我不晓得说我们携带这个基因会影响我们工作 还是说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 我们不能胜任我们的工作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以后怎么生存下去 是不是 小慧认为公务员考试对考生进行身体检查 目的是让身体健康的人进入公务员的队伍 能够胜任将来的工作 自己只是一个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携带者 医生认为自己身体健康 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自己应该具有进入公务员队伍的资格 可现在却因为一个名义上的疾病被拒录了 这对自己很不公平 像我们没有 我们现在就学到这种基因 又不会发病 又不需要治疗 为什么这样子就怕令我们不合格 就不能当公务员 面对小慧的申诉 当地政府部门也只是表示同情 其实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 并不仅仅是小惠一个人 有资料显示 全世界有四亿多人是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 而在我国的广东 广西 海南等南方省份 有很多人都是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携带者 在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中 都有人因此被拒录 去年 广东省佛山市那场公务员考试中 除了小慧之外 另外还有三十人也因此被拒录 我们电话采访到了一位 就是没有他这样公平竞争的话 没有做到这一个公平的起点 就是非自己能力所困制的一个人 这一点就判定了 我们很多人就 甚至站在这其他人都没有 我们觉得这个不公平 小谢和小慧一样 面试和比试成绩 都是他所报考的那个职位的第一名 结果就是因为他是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 同样被拒录了 这种情况在广东省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有专家出面认为 广东省公务员考试 拒录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的做法 可能是一种误解 因为这种经携带者或者叫轻型地角贫血的 他有可能遗传给后一代 那么是从这个遗传角度来说 所以就是说经携带者也叫轻型地角贫血 他是不法病的 但我们认为他不是一种病 有冠病的经携带者不等于冠病 对吧 冠病他也是有经营遗传的吗 也确有些他遗传的倾向性 他有的他有经携带者的 有些有这样的基因的人 他容易得冠病 那么糖尿病的基因携带者 不等于糖尿病 糖尿病也是可以基因遗传的 那么还有癌症基因携带者 不等于癌症 他可以不发病的 可一辈子不发病 他只要发病才是癌症 那么地中海贫血 不能说他就是地中海贫血 广东地中海贫血协会常务理事 罗学群认为 像小慧这样 仅仅只是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 并没有任何病症 严格来说不能称之为病 广东省各地公务员考试 将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 化归为血液病 并因此认为小慧他们体检不合格的做法 是不对的 专家认为 负责广东省各地公务员考试的有关政府部门 应当区别对待地中海贫血病和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 但专家的意见并没有被当地政府部门所接受 他们坚持认为 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是血液病中的一种 根据规定 就是体检不合格 我们只能说 把这个情况跟那个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反应 看看国家 看能不能够像这种情况 能不能够出台有关规定 就是能够放通 放放宽一点 就像那个 一旦一样的 那也只能等以后了 国家新的规定出台以后 专家们的呼吁无效之后 小惠小谢等考生们认为 自己有责任为广大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 争取一个公平的机会 去年年底 小惠小谢等三名考生 先是向当地的政府部门提出了行政服役 要求重新审查 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记录他们这个行为 可当地政府驳回了他们的申请 随即 小惠他们又向当地的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要求法院认定 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记录他们的行为无效 但医生法院同样认为 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 就是患有血液病 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记录小惠他们的行为有效 小惠他们不服提起了上诉 在广东有这么大的一个群体 像我们同样的情况 以后的每一年 相信也会有不少的考生 跟我们是同样的 我们理解 他们将要受到的痛 我们不想要更多的人 像我们一样 所以我们才去 才想要说 改变这个制度 就算我们这次做不到 我们也希望下一次能做到 或者说是能为这个制度的前进 推一把力 我们是本着这样子的心的 不是说要为了政府 或者是给政府难堪 这样子去做的 就在小惠他们这起官司 仍在继续的时候 今年7月30 广州日报报道 当地一位化名叫 郎浩的打工者 在当地一家企业招聘的时候 由于是地中海贫血金携带者 也被拒绝录用了 当地媒体认为 在广东省内 地中海贫血金携带者 在就业方面 受到了不公平对待的趋势 在蔓延 如今小惠在当地一家企业 找到了一份工作 上面这则消息 让他感到担忧 自己所在的这家企业 会不会也因此辞退自己呢 如果真是那样 自己的未来又在哪里呢 如今的小惠 有些惶惶不可终日了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左祥琪老师 欢迎左老师 小惠也觉得自己 这样的待遇不公平 但是当地的政府部门也说了 说你的情况 我们很同情 可是没有办法 那到底是我们的规定 过于严格了 这个制度可以做一些调整 还是本身我们对基因 和导致疾病 这个问题认识不足 这里边可能存在一个概念的问题 就是它的基因有问题 那么基因到底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血液病呢 我个人觉得 它基因可能是一种 有可能诱发这种病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对 一个可能性 那么这种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可能性 就去剥夺它的一个就业权 因为如果说一个可能性 我们就允许剥夺它的就业权 我们说一般的人 当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或者稍微比如说过几年 都有可能比如说产生心血管病 一些血液病等等 那么你说那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我们就都不用了 那是不可能的 只凭一种概率的话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涉嫌到 就是说你是一种就业气势 就是你最起码剥夺了这样一个群体 它应该享有的跟其他人 共同享有的平等就业的一个机会均等权 那对于地中海贫血症这样的病 就是这种由于基因带来的 可能会发病的这些问题 您觉得我们的社会部门 国家的管理部门 是不是也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 因为这种病有可能是在局部地区发生 它不一定像乙肝病毒携带者 或者叫传民违缘携带者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广的一个范围里面 所以我想可能会比较 应该说比较科学的一种做法是说 在那些高发地区的那些地方政府 他应该做一些具体的研究 对于真正比较重度的这种 比如说这种病 那可能确实 就不能录用 你得允许单位不录用 但是在什么程度的 你不可以不录用 那么这个情况 我觉得地方他应该研究完了以后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 近日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做出终审判决 驳回了小惠等人的上诉 维持原判 但同时也向佛山市相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公务员体检是一项长期工作 本案出现的问题在今后亦有可能同样出现 为妥善处理该类纠纷 积极回应民众的关切 建议相关部门对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地中海贫血患者 能否进入公务员序列等问题进行调研 并报相关主管部门 当年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 也曾经面临过像小惠这样的尴尬的处境 但是通过大家的努力 国家也在立法层面做了一些修改 现在他们的生存的社会环境 社会地位已经得到大大的提高了 我们希望社会也能更多的关注地中海贫血症基因的携带者 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尽早的还给他们一个公平公正的生活和就业的环境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佐老师参与美国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明天见